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隐隐似乎有人在宣读圣旨 密室里的人们却没有人在意这些声音 六处主办只是愤怒而怨毒地盯着颜冰云的脸 颜冰云看着一脸不敢置信神情的木铁 平静说道 在京都之中 你一处能掌握的人手最多 所以本官不能放你出去 你先在大牢里委屈一段时间吧 木铁的双眼似要喷出火来一般 他和颜冰云都是范贤的亲信 二人交情不错 凭惯常的理解 他怎么也不能相信 颜冰云竟然会为了荣华富贵 而选择在陈老院长的背后 狠狠地戳了一刀 二处情报主办闭上了眼睛 细细听着四周的响声 大脑快速地转动着 不停地分析着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 许久之后他睁开眼睛 十分悲哀地叹息了一声 他知道 一有计算无心 颜冰云在朝廷强大军方力量的帮助下 已经成功地将监察院的头脑与手脚分离了开来 更准确地说 是颜冰云只要控制了这座方正的阴森建筑 监察院便等若是成了半个废人 不要动手 他轻轻地拍了拍六处临时主办的肩膀 让他把握着铁签的手松开 二处主办在这密室里面 辈分最高 六处主办一脸力狠 但知道如今局势已定 不由仰天闷哼一声 松开了手 二处主办 二处主办冷冷地看着颜冰云说道 大概我们都是要死了 颜冰云微垂眼帘 缓缓说道 陈平平行辞陛下 你们并不知情 只要你们不行差踏错 本官保你们一命 二处主办叹了口气 摸了摸自己已经花白的头发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自嘲地笑了笑 忽然开口说道 不知道若海兄知道今天的事情后 会有怎样的想法 不过 严大人 我劝你最好把我们几个老家伙 全给杀了 不然我们多活一天 你就不可能睡得安稳 这不是威胁 只是一种很诚恳 很赤裸裸的宣告 今日监察院内变的详情 终有一日会流露出去 若这些八大处的主办没有被灭口 颜冰云必将迎来忠于陈平平 因陈平平之死而愤怒的监察院官员的怒火 而那些官员有多少呢 没有人知道 那些人的怒火 需要颜冰云死几次呢 也没有人知道 二处主办说完这句话之后 便在几名官员的押送下 向着门外行去 他的背影显得有些勾搂 有些暗淡 然而这却不是因为自己即将下狱的缘故 而是想到了明日就要死去的陈老院长 六处的临时主办身上的铁签 弩箭 匕首 内甲 毒粉 所有可以用来杀人的武器全部被搜了出来 这张主办冷着一张脸 没有进行任何反抗 他被押送着自颜冰云的身前经过时 扑的一声 吐了一口唾沫到他的脸上 严冰云 用如雪一般白的袖子 轻轻开释掉脸上的唾沫 看着他说道 既然想几本官杀了你 先前为何不反抗 我还不想死 六处这位临时主办望着他 用一种奇怪的笑声加声说道 因为我想看到 你这个叛徒最后是怎么死的 木铁也随之被押了出去 他扭头看了严冰云一眼 帮那名六处临时主办解释道 我们很想知道 当小贩大人回来之后 你会死得有多么难堪 严冰云的脸色变了变 却依然保持着沉默 一千名定州军 禁军 守备师混编而成的先锋军 已经在几名太监和朝中大人物的带领下 进驻了监察院这座方正的建筑 所有的监察院官员被集中到了楼后的平地上 不是没有人想反抗 而是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陛下的旨意面前 在没有大人们的命令前 这些忠于职守的监察院官员 当然不会盲目的还击 这是自监察院建院以来 第一次被占领 被屈辱的占领 在今日之前 不论是疏密院 还是门下中书的大臣们 对于这个院子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更没有军队能够进入到这里 因为这座院子 有那位坐在黑色轮椅上的老伯子 只要他活一天 就没有人敢肆无忌惮地进入 楼梯上响起密集的脚步声 一队人从楼上下来 走出门洞 来到监察院后方 那一大片平静的院屏之上 所有监察院官员 发现八大处的长官们 都成了阶下囚 再如何坚毅的神经 在此时也禁不住动摇起来 下意识地往前涌去 然而正如先前所言 五处不在京中 六处被阎兵云调离太多 监察院的武力 此时已经被掏空了 这座方正建筑里的大部分 是文职官员 比如二处的那些 常年浮案进行情报工作的官员 他们的腰椎或许都有问题 在比如三处里那些 鲸鱼制药制毒的公益家 他们都有很久没有见过太阳了 此时被暮日遗照 都觉得有些恍神 而七处和八处的官员 更不是以武力著称 阎兵云走在最后 他眯着眼睛 看了一下四周的动静 站在了自己的亲信官员面前 向着那些进军面前的太监 大臣们行去 领着大军 进驻监察院的是贺宗伟 他看着一脸冰霜的阎兵云 微微点头致意 身旁一位老太监 勾搂着身子 对颜冰云开口说道 可以宣读致意了吗 颜冰云皱着眉头说道 让这些军事 把手里的刀枪放下 不然我不敢保证 待会儿他们会不会 全部被毒死 那名老太监微微一正 用目光请示过 贺宗伟的意思之后 对着那支千人队的将领 示意一下 那名将领心头微寒 却是依颜命令手下的混编军队 放下了手中的刀枪 场间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一些 然而颜冰云没有给 这些监察院下属们 任何反应的机会 那支押送着八大处 头目的队伍已经出了院子 向着大牢方向前行 场间顿时一滑 颜冰云向那位勾搂着身子的 老太监点头致意 老太监颤抖着身子 走到了监察院 两百余名官员面前 清了清嗓子 开始缓缓地宣读 有关于监察院前任院长 陈平平谋逆行刺陛下的罪名 场间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所有监察院官员的脸上越来越震惊 眼神里的情绪越来越复杂 那抹子发自内心的怀疑和愤怒 越来越浓 老太监的声音越来越低 越来越慌乱 竟此快要说不下去了 而那位混编精锐庆军的将领心里 也是越来越紧张 两百名监察院本部官员 虽然都不是以武力建长 但谁知道当年他们转为文职之前 是怎样厉害的角色呢 监察院双翼之一的王启年 也曾经躲在这座建筑里 当了好些年的文比例 这些人如果真的愤怒地反抗起来 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那些三处的官员虽然没有带着武器 但他们身上的毒药 谁知道会怎样补出来呀 大平院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绷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崩断 恰在此时 那名老太监的旨意终于宣读完毕 他抹了一把讹上的冷汗 心中大呼侥幸 是的 监察院的官员虽然目录深深怀疑震惊怒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动起来 因为这是一支真正的铁军 铁打的队伍 只要上级没有发令 他们绝对会一直等下去 直到等到不能再等 无数双目光 看着站在最前方的颜冰云 因为他是如今监察院的最高阶官员 虽然这些目光里也有怀疑 但是他们依然等着颜冰云开口说话 颜冰云沉默片刻 却没有开口向这些监察院官员解释什么 而是直接望向了大院处的那个通道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几名太监 数十名大内侍卫 抬着一个担架从那个通道处走了进来 一个满头花白头发乱飞的干兽老人就在担架之上 他身上的血已经止了 只是似乎还陷入在昏迷之中 监察院的老祖宗 这片黑暗的皇帝 陈平平又一次回到了他一手打造的监察院里 回到了他最喜欢的这个大平院里 然而这一切没有那个熟悉的轮椅 吱吱响声为陪 他只是孤单地躺在担架之上 初秋的怨平 那方白沙青池里的鱼儿还在游动着 只是陈平平却无法睁开双眼 往那个方向看一眼 严冰云像跟镖枪一样直直地站立着 看着越来越近的担架 附在身后的双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马上又回复了平常 他知道此时是关键 他知道陛下为什么要把陈平平送回监察院看一眼 因为他要用将死的老院长 必将被凌迟的老院长刺激监察院里所有人的心 陛下要知道 这座监察院究竟是陈平平的还是自己的 如果一旦确认院子已经不再是自己的 冷酷无情冷血强大的陛下 想必完全不介意用无数的军队冲进这个黑暗的院子 天下无数的分离处 彻彻底底地将这个院子洗扫得干干净净 不在世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他冷漠地注视着院内所有监察院官员的反应 注视着无比强大深入人心的黄泉 与陈平平在监察院里的冲高威望的碰撞 单甲 缓缓地移动着 在太医们的抢救下 失血过多的陈平平终究还是活了下来 皇帝不让他这么轻易而愉快地死去 他便无法死去 随着担架的移动 院内监察院官员们的目光也在移动着 他们的目光极为复杂 悲伤 激动 绝望 愤怒 担架上 是他们所有人爱戴的老人 然而却只能黯淡地躺在担架上 准备迎接明日十分凄惨的下场 终于有人忍不住 七楚的换出生来 跪在了地上 对着那辆担架 院长 老院长 所有监察院的官员都跪了下来 虽然明明旨意里说得清楚 陈老院长是赐军的十恶不舍的侵犯 可是他们仍然忍不住跪了下来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一声力喝 几道人影从监察院官员的人群中飞掠而起 直扑担架 空中几道寒光滑过 几声闷响连绵响起 空气里似乎都因为这种震动而扭曲起来 秋风大作 呼啸一片 陈烟落实 四名监察院官员被击落在地 同时出手的军方高手 外加陈平平伸周的内庭高手 束手而回 阎兵云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眼角微微抽动一丝 开口说道 压下去 若再有叛逆之举 以愿力处置 无数双怨毒愤怒的目光 同时投向了阎兵云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 阎兵云的身体已然千疮百孔 然而此时的他只是面色微白 衣袖的纹路都没有颤动一丝 他看着院子里的下属们冷声说道 记住你们的使命 你们庆国的臣子 莫非想造反不成 偏在此时 站在他身旁的贺宗伟忽然轻声说道 最好当场杀了 一阵人心 我做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多话 阎兵云冷冷丢了一句出去 然而他的话可以让贺宗伟沉默 却无法让监察院里的这些官员沉默 他们缓缓地站起身来 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看着阎兵云 就像看着一个死人 也许下一刻他们就会集体出手 向着那辆单架冲过去 监察院里的局势已经到了一种极为危急的关头 阎兵云眯眯着眼睛看着四周 清楚地知道 仅仅凭自己 依然无法压制这些官员们 对陈平平的爱戴 一根苍老的手指 忽然伸了出来 所有的人都安静了 所有监察院官员的目光 都投向了那根苍老的手指 那根在单架旁边伸出来的手指 手指微变 做了一个监察院所有官员都铭记在心的手势 厚 一名二处官员忽然心头大悲 眼眶一失 悲愤地大吼一声 然后双膝沉重地跪了下去 那根苍老的手指似乎有某种魔力 只是轻轻地伸出摇了摇 紧接着院子里响起无数声后字 后是沉默 是等待 是隐忍 是不得不已的放弃 后是停留在原地 所有的监察院官员都停留在了原地 一声后字出口 两行虎泪流下 膝下并无黄金重 却如山般沉重 砸在了地面之上 目送着那辆单架 缓缓地行过众人的面前 所有的内庭高手 太监 军方精锐 动容地看着这一幕 贺宗伟的脸色变得惨白 严冰云的身体 微微摇了摇 用尽一切方法都无法压制住的监察院官员的优火 却在那一根苍老的手指下 没有任何意见的暂时熄灭 这是何等样的威信 不 应该说 是何等样的信仰 严冰云面若冰霜 知道黄泉与老院长的对抗 虽然以监察院的被迫臣服而告终 但实际上却依然是陈院长胜了 单架缓缓地在众人面前行过 向着监察院大牢的方向行去 贺宗伟面色煞白地看着这一幕 忽然看到了 那四名被擒住的监察院官员 不知道是为了放松自己的心神 说服自己监察院并没有什么可怕 下意识地轻声说道 监察院 果然号令如意 只是这些人的实力 却比本官想象的要弱一些 严冰云回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略顿了顿后说道 如果不是我无耻到了这种地步 如果不是老院长还能动一根手指头 我真的无法想象 今天我们两个人能不能活着从这个院子里出去 说完这句话 他不再理会低头沉思的贺宗伟 随着那个担架 与宫里派来的护卫 落导地向监察院大牢里行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